大家好 这里是老妙聊科技 我今天跟 93913 我今天跟Pink丹一起去爱奇艺 体验一下他们最新的奇遇3VR 丹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大家好 我是喜欢粉色的Pink丹 本周我和我的好朋友老妙来到爱奇艺 体验了奇遇3这款全新的VR一体机 今天我就来说说此型的感受 首先看到奇遇3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好小啊 尤其是在把它和上代产品奇遇2Pro放在一起的时候 在我看来 这次奇遇3的外观设计采用了一种可爱的风格 无论是有点呆萌的前脸 还是采用了黑白两色设计的手柄 我个人猜测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与其他同类产品形成差异化 进而提升自己的产品辨识度 同时产品本身在功能设计上也有不少亮点 比如较大的贴面海绵可以增加用户佩戴的舒适度 前脸顶部和底部的两排散热孔更有利于机身的散热 还有可以自动调节的铜具功能和头戴环等等 看得出来设计团队确实在这款新品上下了不少功夫 当然一台VR一体机光在外观设计上下功夫是不够的 关键还是要看能够带给用户什么样的使用体验 因为这次老庙来北京的行程安排的比较紧 所以我们只是简单体验了各自感兴趣的几款游戏 也没有做游戏的录屏 在实际的体验过程中 我感觉机身很轻 佩戴也很舒适 至于每款内容的体验结果 则与其本身的品质有很大关系 比如跃动未来音机化 这款借鉴了beat sample的VR游戏新作 它带给我的感受就不是很理想 具体来说画面的帧数较低 同时打击的手感还需要优化 游戏虽然也存在一些创新点 但整体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相对来说 多合一运动VR和Traffic Gems 这两款我非常喜欢的VR游戏的表现就很好 而像亚利桑那阳光和未来战警这样 需要平易操作的VR游戏 也没有让我产生悬晕感 因此从我这次体验的五六款VR游戏来看 大部分内容还是让我满意的 在价格方面 其余三的官方定价是3499元 用户可以免费获得首发的30款VR游戏 官方还承诺 未来会定期推出免费游戏大作 看得出来 在市场策略上 爱奇艺采用了与同类产品有所区别的方式 而究竟哪种市场策略更为合理 还是让市场告诉我们答案吧 好了 以上就是我初次体验爱奇艺奇遇3的真实感受 可以说是惊喜与遗憾并存 我也很期待这款新品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能够在系统和内容上不断优化 为消费者带来越来越好的使用体验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期待与你下次的相聚 我是Pink丹 We are the future 拜拜 拜拜